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聪电话致歉汪苏龙发誓 从此真唱再连线环节 大左现场打给了歌手汪苏龙 此前因为主持人汪聪在举杯呵呵呵 中爆料与汪苏龙一起假唱过 之后 汪苏龙假唱迅速登陆微博热搜 引发了一场风波 汪苏龙工作室还亲自发表声明否认了假唱 只只是为了照顾汪聪才配合他 而此次正式风波过后 汪苏龙首次正面回应此次事件 汪苏龙在接受大左 汪通现场电话邀请参加节目后 还表示今后不管是谁 怎么要求都一定正常 可见作为歌手的汪苏龙对假唱事件的看重 与权合体有望中立体即将生死太另外 杀青燕上胡海权还亲自打电话 邀约许久未公开露面的陈宇凡参加节目 宇凡接到邀请后也痛快接手 期待与好兄弟的聚会 而当被提问参加节目的嘉宾中水最不能喝酒时 几位嘉宾透露中立体参加节目十滴九未斩 原因是他正在为生第四胎而积极被允 作为娱乐圈的代表辣妈 已经生过三位漂亮女儿的中立体一直被人咽谢 此前中立体与张伦硕主间幸福家庭后 就一直被外界猜测 是否会为爱生四胎 现在终于松口 透露即将生第四胎 相信四十八岁的他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看来娱乐圈又将诞生一位高颜值兴二代了 organised听兴趣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